我的書店的一些觀察 那在旅程的後半段我就到了香港 那香港其實它整個地景跟整個模式 書頁的樣子都跟美國非常的不一樣 那其實我一開始去的時候其實有一點 就是不是有一點是非常不能習慣 因為在美國已經很習慣慢慢走路 然後我出去都穿假假托嘛 就慢慢晃晃晃這樣 可是我一到香港到那個地鐵一出來 我就開始一直被別人推擠啊 然後踩腳然後很不耐煩的看我的 然後整個整個心裡的狀態有經過一番調整啦 因為突然之間你從一個浮原廣闊的地方 然後一切都非常自由的地方 然後突然又鎖到 又濃縮到一個華文地區 然後整個非常狹窄嘈雜的一個地方這樣 所以它一開始真的沒有我當時夢想當中這麼好 可是就是到了上下班時間 人都像瀑布一樣留下來 就是那時候剛好那個香港的書展 他們有一個很大的辦了五天的書展 就像台北書展一樣他們也每年都會辦一次 那其實香港的 我就是想說那就是趕到香港的書展去 因為在我自己認為啊 書展應該是一個比較集中 書頁比較集中的一個空間跟時間 然後我可以在裡面看到 可以一次看到香港有哪些出版社 或者說他們的書的狀況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五天的書展就去了五天 我每天都去 那等於就是我的觀察就是從書展開始觀察起 對就是書展的現場 其實可能如果大家有到台北去逛書展的話 也許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覺得香港的狀況又更瘋狂 就是人整個非常的擁擠 而且本來以為第一天跟最後一天人會比較少 結果沒有就是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人都是這麼的多 就是然後每一個人都是帶著行李箱進去 對我以前真的很confused 為什麼大家逛書展要帶行李箱 然後我看了那一場之後就了解 因為他們就是 我自己認為 其實香港的 因為時間 時間 應該說他們在時間跟空間上都非常的緊湊 所以其實可能一年你在買書的期間就是 就是在這個時候 所以大家就提了那個行李箱去採購這樣子 對那我覺得 在當然除了他們書展的規劃之外 我覺得其實 呃看到比較多的就是 其實我覺得他還蠻 有一種進去的一種大亂鬥的感覺 因為真的太多 太多書跟搶生意這件事情 然後 而且大家通常罐頭磚洞都是在 呃台版書的地方 就是我還蠻訝異的 因為我本來以為我到香港去 我應該可以看到比較local的出版社 就是他們所出版的東西 可是後來發現 其實香港人對台灣的 遊行的文化非常的喜歡 所以整個就是 整個就都是在那個 例如說他們可能就會有很多是偶像區啊 然後畫報啊 那種寫徵集啊那樣子 然後大家就瘋狂的搶這樣 所以我就是 然後他們很喜歡把 作家 呃 放大成一個 就每個人都像吳淡汝了你知道嗎 就是 對就是每一個人都是很美 然後什麼張小嫻啊 什麼兩萬國 反正就一堆人 然後大家都是穿得很美 然後在 就是有一個很大的人體 人心海報 會放在書展的入口這樣 然後所以我覺得 他們其實就是有一種 泛明星化的狀態 就是把作家 就是推成那個樣子 這樣 好像這樣才能夠賺錢 然後後來我就 就是 就是參觀完大概七天的 呃 五天的書展之後 我就開始到 找香港的local的書店嘛 那其實 嗯 我現在的標題就是 它是一個百花其放的雜居景觀 這個地方是在香港的旺角 它其實書業就是比較集中在這個地方 因為香港其實也不是那麼大 那 呃 我覺得在跟 跟美國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美國它可能很 它的土地範圍非常大 然後每一區有它的特色 所以其實 就是社區型的書店 在那個地區 就會扮演蠻重要的角色 而且 整個比較和諧 你知道嗎 但是在香港因為 反而變成書業比較集中 就越集中 你反而越容易被看到 所以在香港我覺得 可能大家都很忙 所以你不會特別去找一個 找一個 呃 書店到底在哪裡 所以大家習慣買書 就去旺角 那所以書店都通 擠在這邊 對 那 你可以看到其實 呃 看這樣的一個標誌 你就可以看 你看眉心書店請按7字 這棟樓還算好的 因為它有電梯 它就在7樓 對 然後其他的 大部分啊 的那種 所謂的書局 都是在賣中學課本 比較多 就是教科書這樣子 對 然後當然它還是有一些 有一些不錯的書店啦 但不是那麽的多這樣 然後 呃 可以看到香港的書 其實就有點像是我們 在台南的二手書店那種樣子 就是 它可能有 沒有什麽太明確的分類 然後地區也比較小 然後像 左邊這一個 這個圖書公司 它其實就是在一個 舊大樓的地下室 然後 它的旗樓擺出 兩個貴的書這樣子 然後整個就是非常的 很軟 上面還有一隻交菜貓 就是 非常的明顯 對 然後 右邊的話 這個在銅鑼灣書店 這個是比較少數分站在其他地方 就銅鑼灣也有一些零星的書店 然後它也是在第二樓這樣子 它是在 這個書店我覺得它還蠻 蠻厲害 因為它是開在 銅鑼灣它是 商場比較多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它 它其實比較 還蠻站得住腳的 因為它比較久啦 就這個書店比較久 然後 其實在香港逛書店啊 我覺得就還蠻痛楚 因為 就是很像你走到一間 舊公寓的樓上 以為是民宅的地方 可是它其實是書店 像他們就會用舊公寓的 舊公寓的一些 機靈空間做展示 什麼這樣 所以其實 可以看到他們的 空間的利用 是非常的 就是很辛苦 然後 一直在不斷的在找一個小小的空間 張貼他們的訊息 這樣 然後只求被看到 非常的辛苦 但是我覺得他們很好的是 我覺得他們 還是有一些 有一些書店的 精神是被延續下來的 所以我覺得它更辛苦 所以我覺得它很像是在石縫當中 長出來的玫瑰花一樣 對 那剛剛講的立種明星是說 其實這個是香港學者馬國民 他現在可能大家在一些 目前香港的文化評論裡面 還可以看到 就是他蠻多新出的書就對了 因為他是近年比較多 是在做論述文化評論的部分 然後他在嶺南大學教書這樣 但是他以前呢 其實就開了一間叫曙光書店 那這個是 曙光書店其實算是 當時在香港最早的一間 引進外輪書的書店 那其實 他整個 在當時呢 這個馬國民他選書的時候 其實都是以思想類的東西為主 所以他引進了非常多思想的書 所以當時的知識分子大部分都 你跟香港的知識分子談 談書店 談馬國民 就是大家都有那個年代 就是都會在曙光書店 就是遇到 可能他沒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可以討論或幹嘛 可是就在那個 書架跟書架之間選書的那個 那個 那樣子的時刻交談 其實他就是 就是一個思想的流動 就是非常指標性的一個書店 那後來他就 就是 書店就收起來了嘛 因為 其實他也是有 他自己 後來中風了 所以就 身體的狀況沒有那麼好 所以 曙光書店就收起來 那其實曙光書店的 停止營業這件事 在香港來說是 香港文化界來說是一間大事 那大家就會 覺得說 喔少了一個 少了一個很指標性的書店 可是 就是有一個 旁邊這個年輕人 他是序言書社的老闆 就是他們大概是 三年前才開的一間書店 對 然後當時的新聞報導就寫 就是他們香港的朋友就寫 曙光落序言起 這樣 對就是說 其實這個 這個男孩子他就 他開了這個序言書社 其實就在承接了 曙光書店的精神這樣 所以他跟馬國民其實是 呃 當時他在開書店的時候 就是一直去 去找馬國民 然後跟他講說 他要開一間 什麼樣的書店 然後他們在彼此的 就是在精神上我覺得 他是有一個傳承的 傳承的一個意義在 對 像我講的就是 這個Daniel 他叫 李達妮 的這個序言書社 序言書室的主人 對不對 然後當然 這個書室呢 其實 是我在香港第一個 去的書店 然後 那時候是 很有趣的原因 是因為我在 因為其實 我在台灣搜集的資料 呃 到香港已經很多都已經 都已經倒了的倒了 然後 然後寫書局 但是賣的是參考書的很多 就非常多混淆的事情 但是你都不到現場去 你是沒有辦法知道 那個書店到底在幹嘛的 對 所以那時候我就先在 呃 就個地方做一個research 再重新再去找 香港他們 書店的一些活動 然後剛好 那一天就有一個 對談 他們 這個書店就辦了一個 對談活動 他們談的是 台灣文學 對 然後我覺得好妙 然後他們談的人是 黃春明跟陳應真 這樣 我就想說 哇這場一定要去的啊 我自己也是念台灣文學 不是從台灣來的 一定要出席一下 然後就自己就到 他們的書店去 想 我想去聽聽看 就是這些香港人 怎麼談台灣的文學這樣 然後怎麼去理解 陳應真跟黃春明這兩個作家 這樣 那 到了之後其實就 當然他們還是會 有 就是有一個 有一個作者 他就先去做一個導演這樣子 然後他們就在現場對談 那他們對談的地理就是在這個 這個地方 書店的 書店靠窗的一角 這樣 那那個靠窗一角 其實平常也是 就是他也是有一個桌子 就是唯一有桌子的地方 那個書店 然後演講的時候 他們就把桌子撤掉 這邊就變成一個講桌的意思 然後下面就是讀者這樣子 就是讀者去 那那其實那一天 嗯 當然就是他們內容就是 就是 就 我有跟他們有一些對談 然後剛好那天有遇到那個 董啟章 他也在 然後就 在那一場的談話裡面 嗯 當然我後來還是有舉手八頁啦 因為就是 就是有 談到一些 剛好我自己也都沒有在做報道文學嘛 我就介紹陳應真的一些 一些我覺得 例如說像人間很重要的一個 的刊物可是他們就是 大家可能比較不知道的東西這樣 那 也跟 董啟章聊了一下 台語文學的一些 目前發展的東西 那他們那時候其實就還蠻想要發展 因為我們就談到語言的 語言的問題啦 因為在香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港版的小說 其實裡面會有一些 他們的方言的一些文字 其實 呃 我們是看不懂的 但是 在他們的 書寫裡面會 開始運用這樣的方法這樣 那其實在台灣 台灣文學的 早 就有些台灣作家 他們其實也會用一些 台語的 翻譯的 這樣的方式 然後在作品裡面出現 對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討論這個 語言的混雜 這個 所造成的吸引力這樣子 對 然後就還蠻有趣 那他們香港人 香港的朋友其實也蠻常到台灣來的 因為其實 比起中國大陸 他們到台灣是非常容易的 而且 台灣比較便宜嘛 跟香港比起來 對 所以他們其實就說 其實他們想要做一個香港文學館 那就是以台灣文學館為一個 為一個目標吧 想要做一個像 類似我們台灣文學館一樣的 一個建築這樣 對 那那天當然就是大家就相談甚歡 然後也就因為這樣就認識了達尼這樣 那他們 這個書店啊 它很有 它就是一個很新的書店 然後 然後 在 當時他們是三個哲學系畢業的大學生 去一起開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在整個 香港書業裡面啊 非常辛苦的環境底下 他們三個人 可以在大學畢業之後 而且他們 賣的書都是哲學類的東西 就超堅塞的 大家就覺得 進去就覺得 不是 不是銀河讀者的那種選書就對了 對 然後也有一些是英文的部分 那我覺得它其實 其實它就是有點像是當年的曙光 想要扮演的角色這樣 就是在一個 在香港的知識分子或文化圈裡面 做一個互相交流的空間這樣 對 那其實 嗯 對 所以它其實也在那趟香港的部分 幫了我蠻多的 因為就是 都是書業的關係嘛 它就帶我去認識一些 一些書店的主人這樣子 對 那另外一個樂文書店 在香港算是老書店了 就是蠻 它主要賣蠻多的台版書 然後這個是它的經理 叫必分 我就叫它必分解 那其實我在 因為我去的時候 就先 因為我自己還蠻重視那個 因為你要跟人家聊的時候 就要有一些做功課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在 嗯 到當場 到香港的時候 我搜尋了一些香港文化的評論的東西 就發現林必分這個 這個經理啊 它其實就有針對一些 香港文化系統 做了非常犀利的批判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要去訪問它的時候 我心裡非常之緊張 因為我覺得 就是 我好怕就是 問題太不專業 然後就被吸落一頓之類的 可是沒有想到就是 出 出乎意料的和善這樣 然後那天我反而預定的訪談只有 因為我想它很忙嘛 我反而一個半小時訪談 結果我們兩個就在那裡講 四小時的 四小時的話 講到我覺得它在我面前都已經糊掉了 我就 我覺得我整個精神裡面 幫我集中了 對然後它就 帶我去吃飯幹嘛的 然後 然後最後還陪我走回住處 就是非常一見如故這樣 然後 它其實就是 在香港書頁帶很久的人 當然它也看到了很多出版的 出版的現象啊 也面對到很多書頁 在面對到現實的問題 那它覺得 為什麼它對我那麼的好 因為它覺得怎麼會 就是 它覺得說一個人可以用 你喜歡這件事情 然後做為一個 出發的原因 它覺得這是很純粹的 然後它自己認為 它就跟我說 它覺得 我跟它一樣都是笨蛋這樣子 對 然後它就 我記得很清楚 就是我們兩個在地鐵這樣分別的時候 它就握著我的手說 我們繼續要 我們要繼續做笨蛋下去這樣 對 就非常的感動 那 其實我覺得 在整個香港書頁來說啊 其實他們就有一句話叫做 沒有獨立書頁 只有獨立媒體這樣 就是 其實香港的媒體的發展 還是比較 比較 明顯的啦 那書頁其實在這樣子的 所有的媒體的 的 傳播媒體的 來看 裡面書頁是非常弱勢的 的部分 那其實在 在香港的書頁 其實就是非常 以主流為主 然後 邊緣的部分 很難以生存 就是說 他們其實非常羨慕台灣的一些書頁 還可以 像 紅雅 還可以用這麼 就是議題式的方式存在啊 然後 痾 還可以堅持自己的一些理念的一些書頁 所以他們其實對於 對於台灣的 的書頁 他們是 往前看 他們覺得台灣走在他們的前面這樣 那當然我們 因為其實在台灣的整個 整個發展上來說 我們也 近年來我們有 比較多是 在地化的東西 我們有慢慢的 慢慢的開始發 大家越來越注重嘛 所以其實 痾 就是本土這個東西 在台灣是慢慢的在扎根 但是在香港其實是非常少的 我在那邊發現更多的其實是 其實是 台版書跟 大陸書 其實他們自己 香港他們出版社 就是他們的出版業都是被幾個 主要的主流出版社壟斷 那小的出版社其實非常難以生存這樣 可是香港的書頁有一個優點 就是 痾 在地理的位置上來說 或者說在他們的政策上來說 他們都比較國際化 因為其實 他的位置就是 痾 各國 你可以在香港中環看到各式各樣的人 各顏色的人 因為他是一個很高度集中的商業 跟經濟中心 所以其實他的書頁也符合 因為其實有讀者 有需求就會有供應的人 所以 在香港的書頁裡面 其實蠻多的都是 國外書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相對來說是比較國際化 那在 痾 在地理 大家都兩岸三地嘛 其實在台灣 早期台灣引進大陸書店之前 香港他們就蠻多是 先閱讀大陸的 大陸部分的出版品這樣 所以其實他們的 在兩岸方面的交流是 是非常頻繁的這樣 但是相對來說 就是你的選擇性多 大家就比較不會 注重本體的 主體的部分 那他們的主體性的部分 發展就比較薄弱一點 對然後 對 因為回到台灣的部分 其實 呃 其實就是繞了一圈喔 我在想的是 台灣的書頁到底是 它的特色到底是什麼 其實我覺得 就像剛剛對照了 對照香港來說 我們的在地性跟獨立性 都是更強的 那我覺得 創造力的部分 也非常的 非常的 好 因為其實 近幾年 近幾年 在我要出發的時候 是09年的時候 那段時間其實 台灣獨立書店 過得不是太好 但是後來 其實像 小小書房的 紅松 他就有 就成立了獨立書店聯盟嘛 那他們 我覺得業者 開始自己去想 在 就是想要為自己的 生存奮戰的時候 其實他就有了一個 號召的能力出來 那小小書房 近年也是做了 蠻多努力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們 也是朝社區的部分啊 像培養寫作班啊 他們出了自己的康務 類似這樣 那 當然其他的書店 台灣其他地方的書店 也是 呃 有些 有些不在了啦 像 我自己一直很 很遺憾的是 生根書房不在了 那 因為台南生根書房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接觸過 因為他的 那個 老闆 去年 去年去世了 這樣 然後 對 就是 但是老闆娘還是非常的 就是我之前跟他訪談 因為我其實出去的之前 我出國之前 我現在 台灣幾個書店 有做一些 簡單的 訪談 那其實那時候 那個老闆娘叫 星雲姐嘛 我叫她星雲姐 他就是一個 我覺得他對書店非常的想法 然後 對於他的書店 叫深根書房的這個名字 我覺得也是 很 他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 很有理想 很有理想性 然後整個 跟整個社區連結 也非常的緊密 對 然後當時他 他其實關掉喔 深根書房的時候 他其實 心裡面有更大的一個書房的想像 他希望可以 在另外一個地方 在台南另外一個地方 可以有一個 可能比本來書店更多的空間 可以去支持他的想法 可是後來就是 嗯 發展 就例如說 哈先生就去世了這樣子 所以我 也之後也不知道 會不會還會有這樣的書店 可是我覺得 嗯 一個書店的存在 他本身 就像你剛剛講的嘛 在美國的書店 看來 一個書店 他的 這個空間的存在 他本身就 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我覺得他就已經 不只是一個 商業 在交易的一個場所 那每個空間他其實 負擔的 那個角色 我覺得他是更 更有文化跟 社會性的 存在的必要 那大概每一間書店 他會有 朝他不同的特特去做 生存也非常的艱難 但是我覺得 我們還是 可以有一些支持的方式 例如說 像剛剛談到的 就是 有一些業 就是像小小書房啊 他就開始 去做一個串連 那 當然好像 據我了解好像 好像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 在實際的一些 一些 背後運作的東西 其實因為對抗呢 其實是後面 銷售的那些東西吧 嗯 不只是面對消費行為的改變 包括你後面整個 突出的進貨 或出貨的那些機制 還有 我覺得他其實 蠻多困難必須面對 但是 但是我覺得至少 已經有一個開始 大家在意識到這個問題 那 藉由這個 獨立書店聯盟的成立 大家也開始 在 可能讀者們也會慢慢發現說 喔 什麼叫獨立書店 開始有一個概念 然後會去注意到說 欸我們是不是應該支持一個 一個書店 那其實 我們的每一次的消費行為 它其實不只是個人的行為 它其實代表的是你的支持 跟你的理念 所以我覺得 讀者能做的也許就是 嗯 就是說我覺得 不要被引誘吧 不要輕易的就是被幾點式的消費引誘 然後 就是 就好像 因為博客來還有 就網路書店 其實它是會用一種 非常令人 令人心動的策略去 勾引你買他的書 對 可是我覺得 也許 也許我們可以 將我們的消費習慣 就是說 把這消費的行為 變成一個支持的理念的時候 我們的選擇也許就不會是 去追降的潮流 不是去趕說 欸現在折扣所以我去買書 而且我覺得就會回歸到就是 其實買書是為什麼 或者說我們為什麼 選擇一本書 其實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想法 因為就是 我不想要被 博客來幫我選好 我十大好書的項目裡面 去挑選我要的書 而是說我知道我自己 其實是想要哪些書 然後我自己到一個書店裡面 我去看他可能 這個老闆他介紹的 這個領域相關的書籍是有哪些 我覺得 我覺得會變成 嗯 會去改變自己的 消費的行為 也許就是一個開始這樣 對 那 我覺得 閱讀還是一個很很重要 而且沒有辦法停止的事情 那 我覺得 怎麼樣可以讓我們的消費 也是像美國的一樣 他說例如說支持一個 independent的 bookstore 或者是local的business 這是我們 也許是我們在消費行為的 這個部分可以去考量的 的一個重點這樣 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的介紹大家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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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mand了 客人 然後 謝謝